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首先来报告第一则新闻 教会每半年有一次的户外祷告会 各幕区可以自行举办 其实名义上为户外祷告会 其实是让各幕区自己办一日游 恩荣牧师 你们牧区去哪里呢 我们享用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早午餐时光 那你们呢 我们牧区去了屏东万安清水公园 不管是在大自然享受在里面或是在室内的场合 我们其实一起的敬拜 还有欢乐 享受了团契生活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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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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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很不像 但是我们期待能够透过运动 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连结 那为了让各个年龄层 男生女生都可以参加在这个组别的运动当中 所以目前同工们规划 我们在明年的三月开始 会有第一季的男胜乐乐棒联盟 所以请敬请期待 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参加 弟兄姐妹平安 关于国际事工 我们推动轰霸轰妈计划 从今年的十月开始为期三个月 轰霸轰妈呢 他们分别会带孩子们 带学生们一起去用餐以及出游 透过用餐出游呢 我们期待因为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交流 他们能够有建立关系 并且能够来更多的照顾这些国际学生 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共同参与 在祷告当中付出行动当中 让他们感觉在外地的台湾 也一样像家乡一样的甜美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要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 谈谈圣教会即将要在12月 推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创商品哦 预计我们会推出来的 有运动毛巾 还有背包 这一类大家生活上面 可以用到的商品 也请大家为这件事情 一起来守望跟祷告 把教会的周边商品 可以成为圣诞节 给予亲友的祝福哦 第五则新闻 第五则新闻 的事件交织这四年的记录 真实呈现孩子在原生中 珍贵的成长身影 从中反映了偏乡教育 原住民加分制度 还有从部落到都市 不适应等相关的问题 同时也见证离开原生部落之后 陆续回家的原生孩子 是否能在外所遇所学的 能力把他带回来 欢迎你11月13号下午2点 一起来了解歌声背后的故事 原生音乐学校 很多人对我们的概念 就是我们是一个合唱团 你拿到这个书包 表示你成为我们原生音乐学校 正式的什么 学生 天乡长久以来都被忽略了 没有好的教育师之 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 所有的文献 所有的报道 都原住民的成绩都很大 去选择了加分以后的学校 可是都不像 虽然是讲中文 但是我还是有时候听过 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校长外面跟我想的世界不一样 觉得好困难 我考出来成绩不是很影响 反正就是到时我前三名则 我们是教育团体 所以我们要一路陪伴这些孩子到大学毕业 是教育团体 所以我们要一路陪伴这些孩子到大学毕业 在这里就是我得到的是比 我们还要很多的东西 如果校长那时候没有来学校去选我 我身旁的每一个朋友都不会在这里 我想对四位老师校长 深深的一句公 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叫我Eva 叫我母语名字 会让我更有生命 我们希望原生的小孩子 以原生为家 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家 回家吧 这一周的恩事新闻为你播报到此 恩事新闻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